有祝福的認識 那首先我們看這樣的案例 我是七歲男性 他本身是一個moker 那以前人都很好 突然間就確實oppression sensation 然後有冒汗 所以他覺得不對 所以直接到我們急診處 像這樣的病人 他的history是這樣 直接來急診處 他就是問我們急診處醫師的一個問題 說我到底是不是心肌梗塞 其實他要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如果跟他說要放他回去的話 你一定要排除急性心肌梗塞這個疾病 因為急性心肌梗塞是我們在民眾裡面 最擔心得到的一個疾病 所以他如果這樣來急診 你一定要 rule out的疾病 那當然還有可能其他的見別診斷 這個是我們醫師的責任 所以我們並不是病人說你是hard attack 就hard attack 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 那這些原因我們就必須靠我們的專業知識 來做一個見別診斷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那病人初步看起來意思是清楚 字姿是軟的 那病人有點喘 血壓 vital signs大致上還好 有一點 basal raw 或者 basal preckles 那沒有聽到cardium murmur 所以這樣的病人 當然剛開始我們就是說 chess pain 我們必須做見別診斷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chess pain你要問他病人 他本身的character是怎麼樣 那location在哪裡 有沒有radiation 有沒有aggravating 或releving factor 我想這是日本的medical knowledge 各位都知道 我就不再細講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 就是病人有沒有合併的症狀或者真相 有沒有dyspain fainting aranthic 所以這一些 我們快速的做一個secret 就可以知道到這個病人 大致上的情形、診斷是怎麼樣 Church Pane這個鑑別診斷是相當有趣 那在這個很複雜的slide上面 其實在臨床上 過去20年我個人的診療經驗都碰過 每一個情形都碰過 所以病人的Tru Compliance是胸口疼痛或者胸口悶痛 其實不是只有急性關心症今天這個疾病 就包括這個很繁複的slide這樣的一個疾病 那會危急生命的我們先講起 Cardial Vascular Origin 包括我們的冠狀動脈疾病或者心腳痛的疾病 今天要講的急性關心症 最可怕的ALT和Dissession 那Colin Sparrow 或者Pericarditis Mythrobial Prolapse 我們在臺灣很有趣 有一些病人他Erythemia 他不是Tru Compliance是Pulplication是心肌 而是胸口悶痛 那這個Erythemia最常見的Erythemia包括兩個疾病 一個是H3 Fibrillation 一個是PSVT 那各位可能在座的各位會想說 怎麼可能這樣的病人怎麼會告訴我們Chest Pain 現在住在5D病房 一個Volvular Heartbeat Chronic 一個MR 80歲的歐巴桑 他這一次住院的Tru Compliance就是Chest Pain 其實它是一個New Onset的 Atreal Fibrillation 昨天做診斷的心導管 它的Colony是Pattern 所以病人有時候發生Illegular Heartbeat 第一次Attack 胸口就不舒服 所以歐巴桑就跟我們講說 他胸口就悶的 就不舒服 Chest Discomfort 所以大家都以為 從急診處 就一直掛IV Nitro Gratian 一直掛到昨天 所以表示說 H3 Fibrillation 有時候病人的描述是這樣 PSVT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我們曾經有一個病人 幾年前 門診的心臟科組織醫師 住院做心導管 是華語Colary Artery Disease 但是我們Intern History Taking的時候就問了 病人這個Chest Pain很奇怪 說突然間無緣無故就Chest Pain 一下子就好了 一下子無緣無故就Chest Pain又好了 然後下午4、5點的時候 並不是我的病人 然後他就問一下 說老師這個病人這個Hitry 好像Haurismia 又有點像PSVT 是不是這個CAD這個怪怪的 不過因為明天就要做導管 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印象相當深刻 我就跟他說如果你Hitry 真的是他無緣無故就Onset 跟這個Exertion 跟這個Aggravating Factor 沒有關係 突然間就Onset 這個Acute的Chest Pain 你覺得說好像有點 Polochism Attack 你就把Role Out的PSVT就寫上去 所以他很勇敢在 鑑別診斷 住院的時候就寫Role Out的PSVT 結果很有趣的 當天晚上 病人隔天要做心導管 很緊張 當天晚上PSVT就發作了 答案就出來 隔天Colony還是有做啦 還是因為住院要做心導管 我們知道 PSVT的病人 Colony常常都是Pattern Colony 所以這個病人 的確他是一個PSV 所以我們的Intern Heat Checking 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在這裡各位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胸口疼痛 Chest Pain的鑑別診斷 一定要非常仔細的 去做一個鑑別診斷 尤其在台灣 我們很多的病人 很多放過支架的病人 有時候他又 Recounter Chest Pain來到急診 結果一看 是一個AF Attack 就是New Onset的 Atrial Fibrillation 病人就覺得 Chest Discomfort Parmony Origin 包括Numosaurus Parmony Embodism Parmony Hapcension Prolitical Pain 這個大家知道 還有可能G.I.Origin Colicies,Papia Ulcer,Skirt 然後Skin Costal Chondritis HERP Roster 這Roster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有病人 他 描述他的Chest Pain 就從前到後面 那看起來就是一個Dermatone 但是Skin是沒有任何利菌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說 回去如果你皮膚有擋水泡的話 趕快去找皮膚科醫師 結果果然 這個三天以後 水泡就出來了 馬上去找皮膚科 下個禮拜來 他又跟我們講說 真的是神醫 怎麼還沒有水泡 就知道說 可能是HERP Roster 是虛爪 所以如果他的痛 是非常厲害 他這個是Neurology 一般來說 心腳痛 他的疼痛 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神經的疼痛 Neurology 通常是非常的痛 那另外還有一個 Hypervenin Syndrome 那另外 我自己也診斷過 這病人的太太 一起來看門診 突然間他說 他的胸口也疼痛 請請我們順便看一下 那因為當然都是很信任 很信任的老病人 等於是很信任的朋友 我們就順便幫忙看一下 那physical還是要摸一下 結果摸到 Blesser就一個Mars 非常的Hard 但是我個人 對這個Bless Cancer 整療的經驗並不多 那你說非常Hard 我自己也在懷疑 Bless Cancer會這麼硬嗎 因為實在是經驗不多 我們還是請黃俊森教授看一下 欸果然真的是Bless Cancer 是Bless Cancer 另外一個印象更深刻的是 一個28歲年輕人 他的chess pain來是Sterner 他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就是正宗的地方 一壓就痛 一壓就痛 結果我們physical一看 像那Pay 馬上抽個CBC 結果Hemoglobin只有6.8 白血球是12萬 當場就診斷出來 當天就診斷出來 是一個Lukemia 所以有關於chess pain 這個鑑別診斷 這個是累積20年的臨床經驗 各位就必須想一下 cardiobacterial origin parmony origin GI的origin skin跟muscular skeletal system 還有等於是 Psychosomatic disorder 另外還有少見的這些疾病 所以每一個病人 我們學習臨床醫學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斷的中生在學習 不斷的在累積經驗 這樣才能夠成為一個病人 值得信賴的醫師 好 有chess pain的病人 我們開始就要做一個 簡單的身體診查 Veco exam 看有沒有Halfelial sign 有沒有另外的Tissue hyperpollution sign 意思有沒有改變 urine output 這個是最sensitive 它的疫情是warm還是cold 鑑別診斷 到底它是cardia asthma 還是bronchia asthma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治療方向是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一個病人 A-pureventure rate 突然間 A-cute onset dyspnea 你聽起來都是灰燼 如果你把它認為 是一個bronchia asthma 通常我們標準治療 會給它A加B 結果病人 Beta agonis的用上去以後 Halfelial rate 越來越快 就加速它的Halfelial Longidema 越來越明顯 所以如果你可以區分出來 它是cardia asthma 就馬上把它的venture rate 給它降低 那病人就可以得到改善 所以這個也必須經常經驗 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一個病人 七八十歲 以前一輩子 從來沒有 asthma 我們曾經有一個病人 長庚轉診過來的 他就是cardia asthma 當作bronchia asthma治療 結果病人 Halfelial也越來越厲害 病人幾乎就已經快插管了Longidema 轉到臺大醫院 結果我們經過History taking Physical exam 分析以後 覺得它是cardia asthma 把所有的bronchial dilator 全部都停掉 改成針對HFelulation治療 病人穩定以後出院 幾乎十年沒有在住院 他八十幾歲來 後來這個病人是活到94歲 是我家樓下咖啡廳老闆娘的母親 所以以後到樓下喝咖啡 我咖啡豆放在那裡 免費煮咖啡豆 一直到現在 所以大家要累積這個臨床經驗 cardia asthma跟bronchia asthma 今天只是給各位一個概念 沒辦法細講 我們看到病人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慢慢的去做鑑別診斷 再來一個我們基本的功力 各位一定要知道的幾個概念 心電圖在Ischemica heart disease 有三種不同的pattern 如果你看到ST elevation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代表說它maiocardium已經受到injury 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到家戶病房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住院醫師或者 新女兒的resident 學長學姐在放temporal pacemaker的時候 這個electrode到RV就會看到ST elevation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electrode已經到RV 所以這個代表它是剛開始initiate myocardia injury 所以在急性心肌梗塞ST elevation 它代表的是一個early sign 是一個injury pattern 那如果看到ST的depression或T inversion 所代表的是Ischemia 如果已經出現abinomal Q 什麼叫abinomal Q 那它的寬度超過一小格 它的深度超過R到S 從R到S所以非常大的距離 超過1分之1的話 這個叫不正常的Q波 不正常的Q波所代表的是myocardium necrosis 它已經有心肌細胞的壞石 所以三個心電圖的變化 所代表的臨床意義都不一樣 包括elevation depression 或者包括T wave的inversion 還有abinomal Q 所以一個病人心電圖一看到 它有不正常的Q波 幾乎就代表它過去 曾經有成就性的 或者最近有發生recent 或者old的myocardia inversion 這是abinomal Q所代表的臨床意義 另外我們在看這個心電圖的變化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急性關心症 它involve都是colonary tree 所以它會有一個anatomical correlation 所以我們大致上 急性心肌梗塞 前臂心肌梗塞跟下臂心肌梗塞 大分為這兩大類 那前臂心肌梗塞所involve的colonary 大部分都是LED 它代表的如果是1到2有心電圖的變化 就anterior septal 3到4是anterior apical 5到6 anterior lateral 如果1AVL就是high lateral wall 或者是diagonal branch 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如果下臂心肌梗塞 它involve的colonary artery 就有可能是second place 或者是right colonary artery 它心電圖的變化是2 3AVF 這樣的變化 我們目前在七八月內科總複習以後 9月開始 每個月的第2個跟第4個禮拜一的 早上8點到9點 我們在ICU都有一個 靜心症心電圖的判讀討論會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參加 我們都會討論到過2個case 都相當有趣的 有時候心電圖的變化要區分 是哪一個冠狀動脈involve 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一些就是clinical的一些 其他的associated finding 所以各位大致上初步一定要認識 這個所代表的心電圖的變化 它一定有一個anatomy的correlation 所以我們心電圖在極限關心的part 它很重要的就是這三大特點 各位一定要記住 第一個就是它心電圖的變化 它有解剖學上的跟冠狀動脈有關係 這個叫localization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前臂 還是下臂 心肌梗塞 心肌缺氧 第二個在極限關心症 ST elevation 脈involvection 的病人 常常會看到所謂的reciprocal change 所謂的reciprocal change 就是說它的2、3AVF有ST elevation 代表是下臂心肌梗塞 但是它V1到V3常常會有ST depression 那或者前臂心肌梗塞的病人 V2到V6 ST elevation 但是常常看到2、3AVF有ST depression 所以在同一張心電圖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 這個我們講叫做reciprocal change 它臨床意義是不是代表說 另外對策或者另外的血管 它還是有stenosis 所以它會有一個缺氧的變化 這個有很多的爭論 我們今天也不細講 不過總是在同一個心電圖 如果可以看到reciprocal change 幾乎診斷 它是ocuse chronic syndrome 大概是錯不了 那另外如果還沒有把握的話 為什麼在急診處 我們常常做一張心電圖 4個小時以後再做一張 如果病人還是chest pain的話 可能5分鐘 或者1個小時 2個小時再做一張心電圖 我們就是要看它有沒有所謂 隨著時間變化的一個改變 這個叫evolutional change 如果病人 它是一個maiocardial infusion 它是一個dynamic process 所以心臟肌肉不斷的在壞時 心電圖總是會有些微的變化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隨著時間改變 心電圖有系列的變化 這個我們稱為叫evolutional change 所以單張的心電圖 我們看有沒有所謂的localization reciprocal change 我們可以做seal的ece的tracing 來比較看有沒有evolutional change 這個就是我們在診斷急性關心症 心電圖的一些判讀的藥領 各位一定要熟記這些藥領 這是我們當內科醫師基本的一個能力 好 我們看這張心電圖 這個不會判讀的 這就會出事情 不會判讀的 最好一輩子不要碰到這樣的病人 大家可以看到st elevation很清楚 v2 v3 v4 v5 v6 所以像 풀ilen圖 所以是前臂心肌梗塞 而且細看的話 你當然還有一些conduction block listeners 另外2-3-AVF所謂的Receive Prochance 有一點那個味道 有一點HTD depression 尤其在第3跟AVF 所以這張心電圖幾乎毫無疑異 就可以診斷出病人是Anterior Wall的Occumacalian Inflation 這個是絕對可以診斷出來 那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Escalvation比較變成Horizontal Platotype 然後T波就有點改變 跟前面的不一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Evolutional Change 所以心電圖它的變化 隨著Miracalian Necrosis 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有不同的變化 這個我們稱為叫Evolutional Change 而且HTD depression 各位看到 D3跟AVF 後來它就回到Bass Line 就沒有所謂的Receive Prochance 這樣的變化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Pattern是不太一樣 這些都是隨著時間變化 心電圖的改變 這個大家要熟知這樣的變化 好 這是很簡單診斷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 是一個60歲的男性 它Underline Necrosis 有Valysis Bleeding Acute Neukemia Brasse Hemoglobin Drop到5.4 然後病人有Chess Pain 有Hypotension VP不穩定 所以當心電圖 我們就內科的西亞被照會 結果可以看到V2,V3,V4,V5,V6,V3,V4,V6,V3,V4,V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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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他可能有Myocardial Ischemia, 不過這個病人他病情穩定以後,病人還是有一點Chest Pain, 所以後來還是接受Colony Angiography,Colony是Pattern, 所以這一種病人就是我們稱為Secondary Myocardial Ischemia,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心臟的Ischemia,它所牽涉到就是O2的Supply跟Balance的問題, 你有Fist的Stenosis,當然O2的Supply會影響, 那像這個病人,他有Severe的Anemia,同樣的,他Myocardium的O2Supply還是受影響, 所以Supply跟Demand還是產生一個Imbalance,所以心電圖還是會產生這樣系列的變化, 經過Colony Angiography的Anemia以後,他的HDD Depression稍微有改善, 不過Persistent的還是有一點點,所以這個病人後來還是接受Colony Angiography, 不過Turn-O2病人的Colony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個叫做Secondary Myocardial Ischemia, 所以今天要講的極限冠心症,它基本的概念就是O2的Supply跟Demand Legally Balance, 那最可怕的地方,它跟穩定型的冠心症不一樣,穩定型的冠心症, Ascaloxy的Placter是慢慢形成,所以它是造成冠状動脈的狭窄, 所以病人在活動的時候會誘發心腳痛的產生,休息的時候會緩解, 這個叫Stable Angina Pertorin, Ascaloxyndrome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無緣無故這個Placter突然Rub-Chall, 所以產生Thrombus,所以我們常常有一個Term來形容這樣的疾病, 的病生理疾轉,叫Ather thrombosis,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產生這個Thrombosis,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辦法預測,哪一個冠状動脈疾病的病人,突然間它這個Placter會Rub-Chall, 沒有辦法預測,有些人說C-REATU Protein比較高可能可以預測, 但是目前還沒有辦法完全證實,當然這是一個很strong的一個theory, 就是inflammatory process,在Chronic的CAD,或者在Acute的Cronic Arthritis,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目前很受接受的一個講法, 但是目前臨床上其實很難預測,我們在門診這麼多冠心症的病人, 哪些人會develop occu-clonic syndrome,其實是很難predictive的, 我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back-oxel,產生Thrombosis,是主要的病生理疾轉,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定叫Ather thrombosis, 那臨床上就是三個疾病,不穩定型心腳痛,Lung HD elevation的MI, 跟HD elevation的MI,就這三大疾病,所以急性關心症,如果第一張心電圖, 有看到SP elevation,就是走這一條路,如果來的時間太晚,有Myocardial Necrosis, 大部分95%的病人都會形成Q波,所以會成為叫Q wave的Myocardial Necrosis, 很少數的病人運氣很好,比如說剛好in hospital,發生AMI, 或者來到急診,剛好從instable antenna變成SP elevation的AMI, 所以馬上緊急做心導管,它沒有Myocardial Necrosis, enzyme的上升非常少,心電圖追蹤並沒有出現Apnomal Q, 這個幾乎很少見,偶爾會看到大概5%的病人形成Lung QMI, 這可以看到大部分HD elevation的病人,它都會有Myocardial Necrosis, 都是我們所謂的Q wave MI的victim, 那Lung HD elevation就包括兩個族群,一個是unstable angina,一個就是Lung Stami, Lung Stami也有可能Q wave,或Lung Q wave,這個都有可能, 我大部分是不會形成Q波,因為它是一個diffuse的Myocardial Necrosis, 大部分的變化是這樣,那我們也知道HT elevation AMI, 大部分在急性期,一半以上的病人,它的colony是Total Collusion的, Lung HD elevation AMI,你如果馬上給它做心導管, 大部分的病人colony是Pattern,不過常常有Multiple Stenosis, 所以它的anatomical,這兩個疾病是不一樣的, 好,那首先我們看,什麼叫做unstable angina, 這基本上的定義,它是心腳痛,不是infarction, 所以就沒有Myocardial Necrosis, 然後病人當然有可能,New onset的Angina, 我們目前的定義,就是在最近病人來門診, 比如說兩個月,才發生這個angina attack, 因為它的病情未明,到底是穩定還是不穩定不知道, 所以臨床上第一個就是New onset Angina, 那這個定義有人說四個拜,有人說兩個月, 我目前大概很多的心臟學界,大概是接受兩個月之內的, New onset的Angina,我們還是認為它是一個unstable angina, 那另外病人本來有Angina,休息的時候就會產生疼痛, 這不用講,這病情一定是加重的, Restate Angina,這是unstable angina,第二個臨床的型態, 所以unstable angina臨床上有四種pattern, 第一個pattern就是New onset Angina, 第二個pattern就是Restate Angina, 第三個pattern是Post infarction Angina, 不過Post infarction現在各位很少見, 因為大部分Primary PCI做完了, 所以PCI做完病人還有Angina, 常常就是其他的血管,可能還是有unstable的, 或者還沒有處理的Colonic Stenosis, 所以在臨床上就會產生Post infarction Angina, 在這一次的住院最好是Complete Reversalization, 所以第三個pattern叫做Post infarction Angina, 第四個pattern,我們叫做Crescental Angina, 或者Increasing Angina, 就是病人本來走路走了五分鐘, 才會產生Angina Petrolis, 結果現在他自己描述,走一分鐘一走就痛, 或者家裡本來住在三樓, 慢慢爬上去還可以, 現在爬到二層樓, 胸口就開始悶起來了, 這個很明顯, 這個叫Increasing Angina, 或者叫Crescental Angina, 所以部分電眼清腳痛, 臨床上,我們再講一次, 臨床上有四種片, New Onset Angina, Restate Angina, Post infarction Angina, 跟Increasing Angina, 或者你要用比較文雅的字眼, 我剛剛用了一個叫Crescental Angina, 這個是比較文雅的word, 就是加重型的, 這音樂我們在唱合唱的時候加重, 重音這個Crescental, 劍強的這個聲音, 劍強的Angina, 叫Crescental Angina, 這四種pattern, 好, 那Ansephone現在講完, 再來就是My Heart in Fashion, 基本上My Heart in Fashion, 傳統的診斷, 我們是講病人有Crescental Angina, 有心電圖的變化, 有Ansephone的變化, 三個有兩個就可以診斷MI, 那這樣的建議我們現在不用, 因為這三個有兩個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病人有Crescental Angina, 有心電圖的變化, 但是Ansephone追蹤沒有變化, 那這個到底算不算MI, 現在目前當然認為這個是不算, 所以要診斷My Heart in Fashion, 第一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先決條件, 要有My Heart in Necrosis的Evidence, 那這個Evidence就包括, Typical的Rise and Fall, 那有包括Cardier Biomarker, 這個Biomarker包括, CKMB, Tropolin, TropolinI, GOT, LDH, 現在我們很少在抽了, 這個都比較Late的變化, 我最早的心肌梗塞的Biomarker, 最早是GOT, 所以很有趣, 就很早以前我們就知道, GOT在一個Chest Pain的變成有增加的話, 代表它是一個心肌梗塞, GOT的變化, 我現在有More Sensitive Marker,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幾乎不抽GOT跟LDH, 所以現在都是用CK, CKMB跟Tropolin, 但是最近國際上有個趨勢, 連CKMB也不用抽, 只用Tropolin就好, 我目前台灣, 台大院我們目前還是三合一, CK,CKMB, 一起來做一個判斷, 第一個條件就是, 必須要Typical Rise and Fall, Cardial Biomarker的變化, 這個代表我們Cardial Necrosis, 之後再加上任何一個條件, 病人有Chest Pain, 病人心電圖系列追蹤, 出現新的Aplomal Q, 或者心電圖的變化, 有ST Depression, Elevation或Depression都可以, 這個代表Lung Stemi, 或者這個病人緊急的, 有看到Colin Stenosis, 做PCI, 這個都可以代表, 它是一個CG梗塞的變化, 那當然Pathology和Finding, 這個我們臨床上看不到, 這個只是給各位附帶知道的, 所以像這樣的病人, 如果他的Initial是ST Elevation, 我們就歸類在Stemi, 如果Initial是沒有ST Elevation, 所有就歸類在Lung Stemi,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定義, 目前的AMI的定義, 新的定義是這樣, 這個我們當內科專科醫師口試的時候, 這一定要這樣回答, 你不要回答現在急性心肌梗塞的, 現在的定義, 你們在學校或者在你的醫院, 所學的心肌梗塞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在講說胸口疼動心電圖的變化, 三個有兩個就診斷急性心肌梗塞, 這個馬上就不及格了, 現在新的定義已經不採用這樣定義, 因為這個剛剛提過, 這個會有一個盲點, 基本的CAD的Risk Factor, 我想大家還是要知道, 45歲以上的男性, 55歲或Menopause的女性, Faming History, 抽菸跟三高, 另外包括Obesity, 或者是Metabolic Syndrome的定義都可以, 或者運動時間太少, 這七個危險因子裡面, 有三個或三個以上, 就是容易得到CAD的High Risk Group, 所以這些Risk的Identification, 這個已經很重要, 所以七大危險因子裡面, 有三個或三個以上, 就可以發生這個可能的急性冠心症, 所以就產生動脈硬化的斑塊, 慢慢的造成冠動脈的狹窄, 那問題就是急性冠心症, 是Plague Rapture, 產生Thrombosis, 所以臨床上這一群病人, 產生Thrombosis, 把緊剩的Colony的Lumens, 全部都把它塞滿, 造成Total Crucine, 臨床上大部分會形成ST elevation的MI, 如果它是Subtotal Crucine, 還有一些Lumens還可以通的話, 臨床上造成的, 常常都是Lung ST elevation的Myocardium化學, 這個Thrombosis, 這個角色, 剛開始形成Corruption的時候, 被Activate的是雪小板, 所以雪小板所形成的Thrombosis, 我們稱為叫白血酸, 叫PHY-Thrombosis, 所以Initiate, 剛開始的Initiating Event, 是雪小板的一個活化, Preddit的Activation, 那等到冠狀動脈的流量越來越少, 狹窄越來越嚴重, 血流越來越慢, 變成Slow Stasis以後, RBC開始沉疾, 那RBC開始沉疾以後, 就形成所謂的Ray-Thrombosis, 紅血酸, 這個我們在做Primary PCI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病人如果來的時間早, 我們馬上給他Slow-Rombosis, 結果吸出來的Slow-Rombosis, 是白色的, 真的就是白色的, 就不太紅, 如果病人比如說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以後, 再到醫院, 一吸出來, 那整個就是紅色, Ray-Thrombosis, 時間更久的, 有些病人很可怕, 吸出來就像我們看的豬血膏一樣, 就一長條的血塊, 這個就可怕, 這個有時候在做接近治療, 這個常常會造成很大的紛擾, 這也表示它Delayed Preventation, 所以從這裡我們必須有個概念, 就是在Initiating, 剛開始的時候, 灌動脈狭窄, Occuconic Syndrome, 剛開始是血小板被活化, 所以醫治血小板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治療的角色, 那之後血流慢慢變慢, Flow慢慢變慢, 所以為什麼靜脈血栓, 常常必須用抗瀰血劑, 因為靜脈系統它是Slow Flow System, 在Fast Flow它會造成, High Flow System會造成Thrombus, 都是血小板引起的白血栓, Slow Flow才是Ray Thrombus, 這個概念大概要有, 但是急性關心症這兩個mechanism, 都同時存在, 所以抗血小板藥物跟抗瀰血劑, 這個都非常重要, 它的道理就在這裡, 一個最造成臨床上的困擾, 就是這一個issue, AMI的病人, 如果臨床上有機會, 各位有機會在病房, 或者在加護病房, 接觸到這樣的病人, 病人survive以後, 你仔細問他, 先生小姐, 你或者先生女士, 你這個過去, 你從來不知道有心臟病嗎? 幾乎兩個病人就一個, 斬釘絕鐵告訴你, 我以前身體都是好好的, 第一次知道有冠心症, 就是得到AMI, 所以這個造成我們很大困擾, 說為什麼會這樣? 結果這一個table就告訴我們這個答案, 所有survive的AMI的病人, 他發生這個colonic event之前, 他pre-existing的colonic artery stenosis, 只有小於50%的是六、七成, 50到70%差不多兩成, 真的超過70%, 臨床上會產生angina pectoris的, 其實只有兩成的病人而已, 所以嚴格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所有AMI的病人, 包括沒有機會到醫院, Auto 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CA的病人, 其實有六、七成的病人, 以前他從來不知道, 他有冠狀動脈疾病, 他第一次知道, 他就是AMI, 不幸的病人, 又發生Satan Cardiac arrest, 沒有機會送到醫院, 所以這個也為什麼,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high risk factor的病人, 必須靠身體健康檢查, 才知道他有沒有, 已經產生冠動脈狹窄, 是不是有小於50%, 或50到70%的狹窄, 這其實要靠健康檢查, 才能夠知道, 比如說stress test, 才能夠知道, 包括risk factor的評估, stress test, 才知道, 他是不是已經開始有, 所謂的chronic stenosis, 所以MyCardine發行, 國內跟國外的研究, 其實我們有發表論文, 都是這樣, AMI病人的survival, 在這個event之前, 幾乎有一半的, 左右的病人, 都沒有angina symptoms, 他第一次發生, 就是用ocucronic syndrome, 來當臨床表現, 原來就是他的, Existing the chronic stenosis, 並沒有產生, 穩定性癮痛, 超過70%的冠動脈症, 所以下一個問題, 要問的說, 如果我做過檢查, 或者現在我們有MT, CD知道, 我有某一個冠動脈狹窄的病人, 我有30%的狹窄, 50%的狹窄, 那我怎麼辦, 我要做什麼預防, 來預防急性心肌梗塞的發作, 目前的治療, 大概兩大重點, Existing, 可以避免血栓的形成, 或是血栓形成, 可以降低他的, strombus, 造成Total苦韻, 第二個就是Startin, 把LDL, 下降小於100mg per deciliter, 大概這樣治療, 如果病人有高血壓的話, 你可以考慮, 給BetaBlock, 或者之類的, 對冠心症BetaBlock, 或者其他當然, 有Cation ChannelBlock, 有些報告也OK, 不過Existing, 跟Startin, 可能是這一群病人, 要預防Hard Attack很重要的Medication,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病人發生這個Hard Attack, 來到急診處以後, 我們怎麼辦, 那現在有兩大治療, 一個就是緊急做新導管, 一個給Strong Political Therapy, 這是10年前, 我們台大醫院的資料, 我們有83%的病人, 可以接受Primary的PCR, 給藥的大概只有2%, 不過以各位現在的時代, 大概沒有聽過Hard的病人, 在做Strong Political Agent, 只有AccuteEscemius Stroke, 在打TPA, Hard的病人, 應該是這幾年來, 幾乎是Zero Case, 所以各位只知道就好, 臨床上大概也幫忙不大了, 大部分的病人, 大家各位看到的心臟科都已經處理過, 都Primary PCI都已經做完了, 大概是我們的Reportation Therapy, 在台灣是做得非常積極, 所以目前我們也知道, 一個急性關心症的病人, Accute Oncetal Chest Pain來急診, 希望10分鐘之內就做到第一張心電圖, 如果它是Stami的話, 希望我們送到新導管, 第一個Baloon把它撐起來, 看到Colonic Flow, 我們希望是小於90分鐘, 所以現在的我們的急診室的處理, 都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入耳, 大概在台大醫院, 大概有八九成的病人, 有些月份大概100%都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我至少八成以上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 代表這個醫院創的服務水平, 是相當的好, 好,再來這一個我們要看的是, 這些病人, 我們如何做一個風險的分級, 就是Risk Stratification, 因為病人來到急診室以後, 我們知道, AMI它的死亡率是10到15%, 現在Primary PCI發達以後, 幾乎可以降一半, 那死亡率仍然有6到8%的Mortality Rate, 那麼如何預測這個病人, 是屬於高危險群, 當然第一個臨床表現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一名的病人, 國際上, 都是用所謂的Kelib classification, 來的病人, Hemodiamine都還好, 叫Kelib Class 1, 已經Cardiogenic shock就是4, 如果Class 2, 代表說病人有點喘, 有聽到Basal Crackle, Class 3就是有出現Palmone Ema, 所以這定義非常的明確, 所以病人Hemodiamine還好就1, 如果已經shock就是4, 有Palmone Ema, Long Conjection就是3, 介於中間就Kelib Class 2, 我們台大醫院大概, 我們的病人複雜度, 從這裡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臨床上, 國際上發表的Paper, 他收集了AMI的Seary, Cardiogenic shock的約略都小於10%, 但是台大醫院在10年前我們整理的, 你看我們有21%, 所以很多都是比較嚴重的病人, 轉到我們醫院, 這是可以得到一個證明, 那如果Long Stamin的病人, 他的風險分級有很多的, 很多的方法, 那我們台大醫院用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們CCU用的是比較簡單的, 所謂的, 這是一個研究的簡稱叫, Dombalysis in Myocardial Inflation, 所以簡稱叫TMI, TMI的Risk score, 那這個Risk score, 我們在CCU都有這個表, 所以各位就勾一勾就知道了, 第一個是他的年齡, 他有沒有超過3個或3個以上的CAD risk factor, 他是不是以前就知道有冠動脈的起來, 在發病之前, 是不是已經服用Xperine, 這個意思就是, 他已經在服用Xperine, 還發生急性關心症, 代表這個病人, 還是他的, 這個對activation就非常的大, 容易造成plagorruption, 還有病人, 是不是最近24小時之內, 有Precendo Angina, 或者BioMarket也沒有上升, 新電圖的變化有超過半小格, 0.5mm, 所以這7個point, 就可以知道, 超過3個或3個以上, 他的死亡率就超過10%, 他的event, 不是死亡率, 他的event超過10%, 所以一般而言, 超過3個或3個以上, 就是已經是intermediate到high risk group,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TMI risk score,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的分數就0分到7分, 就可以知道這個病人, Long semi, 他的風險是有多大,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 也是我們目前所引用的, 對Long semi病人的風險評估, 我們舉個實例, 一個病人來急診處, 這各位的學姐, 所診斷的, Apicate Tragia, 一個小時, 等等等等, 他看了以後, 反正看了一大多多多, 好,新電圖是這樣, 新電圖這樣, 有人畫一條線, 代表那個地方怪怪的, 那你們自己心裡就判讀, 這個有沒有怪怪的, 然後等一下再回來, 這一定是第二個被造會的, 才畫著一張線, 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被造會, 第一個診斷的這個學姐, 是誰, 大家不要去求證, 這沒關係, 表現非常優異, 現在是很好, 進當科的組織醫師, 他的初步診斷是, Belialchloric, 是Occucleicis Titus, Ebillion的Chicken Brain是, Epicatragia, 一個小時, Abdominal Furnies, Nausea Vomiting, 所以怎麼看, 就真的是很像, Belialchloric, Belialchloric, 但是他還是覺得, 不太放心, 所以造會心臟科, 所以那時候是他的學長, 心臟科的組織, 心臟科的西亞來看, 結果心臟科的西亞, 晚上9點52分, 人幾乎晚上10點, 21點52來看, 他是一個76歲, Sokker, Epicatragia, Obdominal Pain喔, 心電圖他覺得, 心電圖寫了一堆, ST elevation, 2-3 AVF, ST depression在哪裡, 他寫了一大堆, 所以他後來他的診斷是, Impression直接寫, 也沒有Lewout, 直接就寫, Inferial Ami, Kidib Class 1, 所以心臟科功力比較高了, 他直接診斷這個病人是, 下臂心肌梗塞, 這張心電圖, 各位看, 有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這是困難診斷的心電圖, V3有點ST elevation, AVF有點ST elevation, V4 V5有點ST depression, V6也有, 有一點點, 我懷疑是Reciprocal Change, 如果這個病人, 去做心導管, RCA是幾乎塞住了, 是Occuconin Syndrome, 是沒有錯, Stamp放完以後, 病人就改善了, 所以再回到這一張心電圖, 所以急性心肌梗塞心電圖的判讀, 前面我們講了一些原則, 大家一看很簡單, 有些病例的確是困難診斷這病例, 但是以你的能力, 可能你現在是Intern, Junior Regional, 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都沒有關係, 這個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能力, 就只能看這樣而已, 這個沒關係, 但是問題你要做一個動作, 我要知道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我不太有把握, 這個變成, 雖然我的Impression是Bideocolic, 但是我還是把學長抓過來, 是不是有不同意見看一下, 重要的是要consultation, 這個動作要做,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住院醫師那時候, 它是R2, 把 rule out AMI寫在上面, 這個一定是後面加的, 絕對不是前面寫的, 因為習慣你要加, 你也加到下面一點, 下面還有一個Space, 所以這個加到上面,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在看醫療糾紛鑑定的時候, 都是這樣看, 你這個加上去, 這一定是後面補的啦, 絕對不, 寫的習慣絕對不會說, 我們寫字從這裡再往上面去寫, 絕對不會這樣, 所以也不是說, 教各位啦, 補病例最好補在這個的後面, 這個還有Space啊, 也可以寫這幾個字啊, 看起來也很像啊, 看起來也很像啊, 所以我因為 rule out AMI, 所以我在招會CV的CR, 不管怎麼說這個都沒關係, 這只是一個經驗, 所以這個提醒大家, 臨床上看病人,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能力, 只到這個地方, 我臨床上的判斷、 診斷, 我沒有辦法, 完全有把握, 那這個時候, 你記得要consultation, 這是我要告訴各位的一句話, 因為你不要自己就悶著頭, 自己一個人看, 到最後病人來到這個醫院, 就只從頭到尾認識你一個醫生而已, 你就要負全責, 所以你覺得這個病人怪怪的, 你記得consultation, 這個沒辦法, 這個我們才有學習的空間, 這個才有學習進步的空間, 我沒辦法R1的時候, 我什麼都會了, 那電科就不用train了, 我不必intern的時候什麼都會, 這不可能, 你也可能CR的時候完全都會, 我們的CR不斷的跟組織醫師在討論, 有些清電圖也是, 也是不太容易判讀, 但是你有討論這個過程, 臺大醫院最大的優點, 就是你叫人, 叫老師,叫學長, 非常的方便, 你不要捨得人家不會笑你, 台大醫院是一個傳統教學傳統, 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說你不會, 人家不會笑你說, 啊連這個也不會看, 你還叫我, 一般是不會碰到這樣的情形, 當然很少見的會碰到, 但是我想一般是不會, 尤其我們的老師, 大概都不會罵各位, 所以各位, 我們的內科至少我有把握, 應該是99%的老師, 絕對不會罵各位,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得,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說, 你覺得怪怪的, 雖然你那麼有把握寫BDL Colic, 你也沒有寫Rule Out, 但是他還是覺得怪怪的, 還是照個心臟科來看一下, 要會不會HART的問題, 所以你剛開始他真的給藥, 你各位注意看, 你怎麼要, BDL Colic他給的藥是, Buscopan, Keto, 所以沒有錯, 他的臨床思維, 完全是根據BDL Colic, 所以你寫一個Rule Out AM, 根本他不會用這些, 到最後Rule Out, 缺水類KUB, 他造的都是BDL Colic, 最後才給TAPA送導管室, 這是心臟科造會以後, RCA是幾乎塞住了, 是一個Inferal War AM, 是沒有錯, 所以心電圖判讀, 有時候是真的不容易, 更難的是老年人, 老年人, 各位看這個表就知道, 65歲以上的老年人, AMI, Chess Pain, 可能只有78%, 75歲以上大概60%, 85歲以上, 用Chess Pain單, AMI臨床表現的只有38%, 所以在這裡是講到, 對老年人, 尤其我們心臟科, 對老年人, 對女性, 對糖尿病的病人, 這都要相當尊敬, 因為他有時候, 他是Atebical Freelentation, 所以除了Chess Pain之外, 各位一定要問, 他有沒有Discointing, 有沒有Synccopy, 那如果意識有變化, 這個不用講, 大概沒有人不會去積極處理, 所以大致上各位也知道, 年紀越大的病人, 他用Chess Pain, 當Initial Freelentation, 是越少, 我記得在, 我剛升組織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 教五年級的, Clarke, AMI也是我在教, 現在已經快要20年了, 快要20年, 所以那時候, 我們講說, 將來的AMI的治療是什麼, 那時候在討論, 從Political Therapy, 老年人能不能打, 很早期的, 或者怎麼樣, 過6小時, 能不能打, 怎麼去縮短這個, 現在這個已經不用了, 然後那時候在說, 避免Arythmi, 要不要打, 什麼MGSO4, 或者一個叫GIK Solution, 各位可能都沒聽過, 這個叫Glucose Insulin Potassium的Solution, 因為Glucose加Insulin, 會造成低血甲症, 所以給它補充Platassium, 這個預防Ventricular Erythmi, 現在也沒有在用這個藥, 那時候A7 Inhibit剛出現, 那時候在討論, AMI的病人, 是不是都要全部都要給A7 Inhibit, 所以前面講說, AMI的治療, 大概只有A7 Inhibit到現在還存在, 其他都不用看了, 所以臨床醫學的進步, 真的是與日俱增, 所以各位現在Intern, 住院醫師所學的, 在20年後, 可能都有不一樣的風貌, 這個就是我們選擇這個Medicine, 這個career, 很引人入症的地方, 我們不會每一年都一樣,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knowledge, 好,整個概念, 有關於A7 Inhibit的病人, 他的治療,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情, 各位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第一個, 如果你輪植到急診處, 剛好有一個chess pain的病人, 你心電圖還看不太懂, 這個沒關係, 你就給他心電圖的Monitor, Oxygen, 給他打個IV Line, 給他心電的Monitor, Monitor他的VT就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們過去曾經有慘痛的經驗, 病人chess pain來急診處, 我們的R1也很認真, 就chess pain history taking, 問完了以後就來寫病例, 病人就放在那裡, 又寫病例寫到一半, 突然間都手空手, VT,VF, 趕快去電, 電了以後, 電集回來, 趕快叫CR, CR還沒下來, 他趕快補病例, 趕快把VT, 把那個電圖弄好, 結果弄到一半, 病人又reclient, VT,VF又電擊, 我電了半天, 病人搞了一塌糊塗, 有病人家屬就說, 這醫生來急診,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結果就是一直VT,VF, 他就認真寫病例, 但是另外有個scenario, 現在大部分都是這個scenario, 我們也碰過, 那清脹科到急診去了以後, 病人已經電擊了好幾次, 後來還是救不回來, 還是在急診就全部VT, 那家屬對我們的團隊很感謝, 結果你注意看那個病人, CHESPAN來急診處, 病人馬上就有EKG monitor, 馬上有O2, 然後一問一開始, 就給他做一些, 就給他打點擊, 所以病人家屬就說, 我來CHESPAN, 醫生也是上手給他, 也有助手, 還要救回來也是他的命, 這家屬就不一樣, 所以各位要知道, 在急診的時候, 我們治療, 都不懂的時候沒有關係, 你就清電圖給他Monitor, 然後就給他氧氣, 那氧氣記得是要有氣, 不要說沒有氣, 就接個管子給他鼻子, 這個就不太好看, 記得要O3, 有沒有用這個另外一回事, 這個其實還是有一些爭議, 但是O3就給他, 打個IV Line, 那這些都給了以後, 我們系電圖看不懂, 再來consultation, 便利再來整理, 所以Initial就是給一個, O2 IV Monitor, 這是我們的口訣嘛, O2 IV Monitor, 記得O2 IV Monitor, 先給, 其他的你都不懂, 這個都不管, 這個都不要管, 清障科來, 學長來, 再給都可以, O2 IV Monitor, 先看, 先給, 那我們的治療有幾個方向, 一個稱為叫, Anti-Eschemical therapy, 包括Beta-Block, 跟Nitride, Anti-Thombotic therapy, 抗血反壓物, 除了Aspirin之外, 現在Cropidogrel, 大家也很熟悉, 不過Loading dose, 最近的趨勢, 有時候增加到600mg, 最近它有引進新的抗血腺, 叫Ticagrol, 這Loading dose 180mg, 可能在今年度會引進台大醫院, 所以剛才會看到這個藥, 所以今天我也給它列上去, 在去年還沒有這個藥, 叫Ticagrol, 那另外Ticagrol, 我們很少用的, 那因為有些病人還在用, 有些醫院還在用,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台大醫院幾乎看不來, 這個藥有很多的Toxic event, 所以Advice event, 我們很不喜歡用, 然後2V3A Inhibitor, 大概只有青藏科醫師會用, 抗瘍血劑的治療, 給它HIPA-ray, Low Monicule Weight HIPA-ray, 然後Lipid Loading Agent, 包括Startin, 那H-inhibitor, 那Reprofusion Therapy, 我們稱的叫Primary PCI, Thrombotic Therapy, 只是大家有這個概念就好, 現在台大醫院也都不用, 所以急性冠心症病的治療, Initial O2 IV Monitor, 再來就是幾個大方向, Anti-ischemic, Anti-Thrombotic, Lipid Loading Agent, 那包括這個mechanical的方法, 所以一個reperfusion, 大致上這幾個概念, 那還有一件事情, 現在非常早見, 但是各位要認識的, 這急性冠症, 而且AMI的病人, 會有這些所謂的mechanical complications, 大部分發生的時候, 需要外科醫師來幫忙, ANURIZM, 將來會長期的造成病人不好, 不好的地方有四個點, 一個就是, 因為他ANURIZM, 他的收縮跟人家不同步, 他是扯後腿, 所以Cardial Putter會降低, 他是容易產生Ventural Arrhythmia, 的一個Focus, 他Local會Bla Stasis, 容易產生Throw Burst, 所以有些病人, 運氣很不好, Post-AMI, 成為ANURIZM, 在出院期間, 知道LV Apical有個Throw Burst, 要出院前, 就發生Stroke, 這個就很可憐的Case, 這樣的案例, 我們也都發生過, 然後, 容易造成Free War, 因為在正常跟不正常的Border Zone, 那個地方是最Fragile, 容易造成Free War, 那AMI的病人, 我們現在在台大醫院所看到, 突然間Southern Days, 最常見的原因就是Free War, 病人本來好好的, 我們以前各種各式各樣的時間點, 都發生過, 我們也有病人, 那時候還在打電話, 還在打電話的時代, 沒有手機的時代, 隔天要出院的, 或者當天早上要出院, 那個Case, 就打電話聯絡家人, 在講一些事情, 當場就在電話停, 就是在我們病房的, 打電話的地方就倒下去, 結果一看Free War, 出院當天, 在台大醫院目前, Acute的Free War, 即使你快速的診斷,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病人救回來, 沒有一個病人救回來, 所以產生Free War, 是100% mortality, 目前我們在台大醫院是這樣, 在國際上也幾乎是這樣, 所以活過來都是 Sub-Acute的Locker, 不是Acute的Free War Locker, 我們在導管室也碰很多, 不是說碰很多, 我碰到好幾個Case, 突然變成Cardial Race, 我們甚至在導管室, 開胸, 當場就tump on the train, 外科醫師, 手就把那個Free War Locker, 就把他按著, 這樣送開刀房, 這樣去開還是救不回來, 還是救不回來, 因為買Cardial Necrosis, 所以AMI最可怕的, 就是Free War Locker, 到目前為止, 是100%死亡, 那Ventricular Scepter Locker, 偶爾會發生, 所以各位Cardial Ami的病人, 一定要每天聽, 有沒有murmur, 一旦發生, 他會有New Onset, 很大聲的murmur, 這個叫Ventricular Scepter Locker, 這個很少見, 像在我們的CCU, 幾乎過去的兩三個案例, 都是外院診斷, 直接轉我們外科, 準備開刀的, 我們那科診斷的Ventricular Scepter Locker, 去年大概只有一個Case而已, 所以看到這樣的Case, 只是機會越來越少, 因為Primary PCI的幫忙, 不然是大家有這個概念, 然後Acute MR, 包括Popular Muscle Locker, 或者Cordatenium Locker, 因為是Myocardial Necrosis的關係, 這樣的Case偶爾會發生, 那不是很常見, 如果很嚴重的話, 就還是需要外科來幫忙, 所以這四個情況, 我們稱為叫做, AMI Mechanical Complication, 包括Anulism, Free War Locker, Ventricular Scepter Locker, 跟Acute MR,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的標準, 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它reporting, 浮原廣大只有50%, 我們台大醫院幾乎現在是95%以上, 然後有沒有給這些藥, Atrine, Beta Blocker, A-Inhibit, Starting等等, 給各位, 我只是說給各位一個概念, 那我們知道, 我們台大醫院, 我們的給藥, Atrine給的是很多, 沒有錯, Beta Blocker我們給的很少, 這是我們要改進的地方, A-Inhibit我們也很勇敢在給, 這個都沒有問題, 我們Starting給的更少, 這是限於我們的健保給付, 這是10年前我們的資料, 不過現在改善很多了,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的Beta Blocker, 還有我們的Starting, 這兩個用藥, 的確是跟, 國際上的標準, 我們是差很多, 我們AMI的病人, 被證明, 可以Prolone病人的Survival, 就是Beta Blocker, 所以各位記得, 除非它有Control Indication, 沒有Control Indication, 應該是, All patients with my heartache should be givenBeta Blocker, 那Beta Blocker我們台大醫院, 這幾個技型, 目前都已經有了, 所以各位醫師在使用這個武器, 都非常非常多, Metoprolone我們有25mg, Bisoprolone1.25mg, Cavidido6.25mg, 我們這六個技型, 我們台大醫院都有, 所以這六個, Metoprolone, Bisoprolone, Cavidido, 這個Beta Blocker, 除非病人有Control Indication, 不然都應該要給這些Beta Blocker, 各位要記住, 那新的, 我們有一個Ticagrolone,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Ticagrolone是P2Y Trail receptor的Blocker, 不過它不是直接作用在ADP receptor, 而是旁邊, 會給它一個作用, 所以它造成比較AP onset, 而且Revolceable, 有這樣的特色, 那Cangrolone台灣會不會引進不知道, 不過這是IV form, 所以我們臨床上這個目前是還沒有, Ticagrolone目前是已經引進台灣, 有這樣的一個P2Y Trail, 這個Receptor的Blocker, 那在國際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細緻我們就不要看, 在國際上, 口服的抗許家版藥物, 不管是Stami, Non-Stami, 或者ACS, Primary PCI, 其實很多都是使用Ticagrolone, 都是Class1的Indication, 在美國的標準,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在ESC的標準, 2011年, 2012年, 我們看看, 2012年, 它5011舊的, 我們就不要看了, 我們看新的, PLUSHGRO, 台灣是沒有引進, 那Ticagrolone, 它其實它是蠻推薦的, 它是1B的Recommendation, 那我們現在常用的Cropidoglone, 是1C的, 這個Recommendation, 所以在歐洲新上, 它是相當的先進, 那根據Evidence, 它就會把這個Ticagrolone, 將來有機會有這個藥的時候, 那說不定對我們的病人, 是有所幫忙, 好,最後再複習一下, 就是各位在Care, 這個急性關心症, 不管是在CCU, 或者是在病房裡面, 那記住Review一下, 有沒有這5大用藥都給, 第一個Aspirin, 那當然要注意, 有沒有GI bleeding的問題, 第二個是Cropidoglone, 那是QD使用, Ticagrolone, 我們台大院還沒有, 不過未來一年之內, 各位可能會碰到這個藥, 它是BID使用, 那Sprocate的, 包括HMV的, 或Angelo Tension Receptor Broker, 尤其是在Igene Clasing小於40%的, 可能就要可以使用, 那Beta Broker, 跟Startin, 各位一定要記住, 所以這5大用藥, 各位住院醫師, 記得, 對病人都是有Survival Benefit, 一定要用, Beta Broker, 它有4個Control Negation, 我一般就直接講, ABCD, A是代表 Asthma COPD, 病人如果Hitry有 Asthma COPD, 其實現在也有Beta Broker小劑量, 其實對病人, 這個Airway的Aggrovation, 不是太強, 也都可以考慮, 如果他真的是AMI的話, 其實你可以Low Dose, 所以A是代表這個, B是Severe的Bradicardial, 當然Heart Rate太慢, 沒辦法給, C就是Acute的Conjunctive Heart Failure, 病人Hemodinal不穩定, 還Protension, 但在急性期, 還不適合給, C就是Hard Failure, D就是比較嚴重的DM, 穩重的DM, 也是Relative Control Indication, 所以只要病人血型力學穩定, 沒有嚴重的Control Indication, 所有AMI的病人, 應該都是要給Beta Broker, 所以各位在病房看病人的時候, 都要Review, 每一個病人自己要Review, 有沒有給Aspirin, 比較強的抗血小板藥物, 有沒有Ross Brocade, 有沒有Beta Broker, 有沒有Startin, 那Startin這個寫於大一百, 是台灣健保給付的資料, 國外有些概念是, 所有AMI的病人都要給Startin, Even他的LDL是70, 也都要給, 甚至有個概念說, LDL要給他降Baseline的50%以上, 對病人才有幫忙, Initial Reduction 50%, 不過這個細節, 我們今天就不談, 不過台灣目前, 我們是LDL超過100, 那如果小於100, 病人智慧要吃, 其實我們也不反對, 其實真的也不反對, 因為Startin被證明, 對病人的long term survival, 絕對是有他的幫忙, 所以今天我們講的, 各位一定要有幾個概念, 有關於Colin Atleti的七大Risk factor, 大家要謹記在心, 那AMI當然包括他的臨床症狀, Trust Pain心電圖, Cardial Enzyme的變化, 尤其臨床要注意, Altifical Presentation, 所以, 如果說病人, 你覺得怪怪的, 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 這BDL colic的診斷, 我不是100%把握, 你就把學長叫來, 我大家都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學習過程, 臨床上各位一定要知道, 自己看不出來, 多consultation, 這時候你學到了, 後來證明這個病人, 果然他的鑑別診斷, 是另外一個鑑別診斷, 這就是你的臨床經驗, 所以我們不斷在錯誤中學習, even到現在, 我自己也都還在學習, 不斷在錯誤中學習, 這個就是我們的醫學生涯, 那很重要的, 變成除了Occle chronic syndrome之外, 尤其我常常跟心臟科的fellow講, 將來你成為心臟科組織醫師, 一定要把這三大疾病, 謹記在心, 這個是會死人的病, 一個是ACS, 一個是ALT, 一個是palmary emboled, 你usual一定要把這三個病, 想在心裡面, 你能不能完全排除這個疾病, 主動脈玻璃, 是目前台灣醫療糾紛最多的一個疾病, ALT和dissection, 所以大家一定要謹記在心, 這個病人不能完全排除主動脈玻璃的可能性, palmary emboled也很困難一段, 但是各位也要謹記在心, 有沒有任何肺酸災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講ACS, 還是要把這三大疾病, 各位如果在急診碰到, 或者在病房碰到, 不管怎麼樣,或者將來有機會碰到, 都一定要講這三大, 有時候Rail disease, 但是足以致命的疾病, 一定要謹記在心, ACS, ALT和dissection, 跟palmary emboled, 他的治療, 我們就不再重複這五大用藥, 好,今天的 lecture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把急性關心症, 仔細的把它學起來, 講述一下, 這一段, 他們會看待這幾個之 cô, brilliant, 我們要做幾個之一,